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集的《偏方小百科》,我是Ken 今集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有神石应该如何处理 我们这个频道是最主要分享一些健康资讯 如果你想吃少点西药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分享给你身边有神石的朋友 为什么会有神石?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收到很多网友都问我 究竟如果现在有神石应该如何处理 神石其实是可以很痛的,因为它会令你整个背部都痛 有时它会痛到前面,即肚子也会痛 如果是严重一点,你会磨血了 当然,在处理神石里面,这个过程我自己也挺提倡 一件事,就是你应该先找医生 但是如果你不想做手术,想用其他方法试一试 我以下来就介绍另外一些方法给你 可以令你多一个选择 如果你是想定,我真的不想做手术 那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那我们先讲一讲,为什么你会有神石? 其实就是因为你身体里面有一种叫Oxalase 就叫草酸炎 这个草酸炎是什么东西呢? 草酸炎就是你生存代謝的产物 它自己身体会生成的,你不能避免的 但是Oxalase,草酸炎如果结合了钙 它就会变成神石 它跟胆石的形成很不同 草酸炎加钙,就会形成神石 这是最普通的结合 那我们应该如何处理呢? 其实就是第一件事 你应该吃少些带有Oxalase的食物 那有什么是草酸炎很多的呢? 首选就是菠菜,牛油果,杏仁,朱古力,和薯仔 其实还有很多的 你可以上Google查一查 有什么食物是很高Oxalase 就是草酸炎的 那你就避免吃 因为草酸炎太多 草酸炎和Kalcium就会失衡的 还有,首先要减少吸入草酸炎的分量 另外,反过来 今次就是要吃多一点的钙 刚才我说的 草酸炎结合钙就会形成神石 其实很奇怪 那你会觉得 那不是啊 那为什么有神石 你还要我补钙呢? 其实过程是这样的 我现在整个机制都给大家看完 你就会明白了 因为钙是可以降低草酸炎的 行不行? 但为什么你平时会有钙形成神石呢? 就是因为你的钙在血里面周围走 我稍后会讲了其他的方法 令到钙不要周围走 再黏在骨头 稍后再讲 但我现在讲了 你一定要补充足够的钙 因为天然的钙 是可以抑制到草酸炎的生成的 什么叫做天然的钙呢? 钙就不要亂補 钙就不可以用营充足够的 最好不要 因为用营充足够的形式 就是用营养补充品的形式 很多时候 钙会流入血管 流到哪里 哪个器官有问题 我有一集 讲骨质疏松 我都讲过 骨质疏松 也是不应该補钙 我稍后会继续讲 你应该怎样補到天然的钙呢? 就是吃多些芝士 刚才我讲了 草酸炎很多 就是有菠菜 薯仔 你看看外国人 有些人很聪明 他们在吃沙律的时候 他们会放一些芝士 因为 烤氨可以中和草酸炎 这个就是原因 另外一件事 你就要增加一些芝士 叫做柠檬酸炎 很顾名思义 就是你 其实应该 每天 你用几个柠檬 就天天不停喝柠檬水 即是你一杯水都是用柠檬 你就没什么酒鸡 因为柠檬酸炎 是可以溶解到你的腎石 还有它可以做预防的 有些人 就是柠檬酸炎 即是天天喝柠檬水 那个腎石就自己移出来 也不奇怪 另外还有什么方法呢 首先就是要这个 你每天要喝2.5至3公升的水 或者液体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的腎 水量不够 其实呢 那个尿酸 你如果水量不够 那尿酸就自然浓了 一浓的话 你就会出问题 Kalcium就很容易积聚 还有那个草酸炎 就很容易积聚了 腎就变成 所以呢 你每天 起码喝2.5至3公升的水 或者是液体 当然不是可乐 不是咖啡奶茶 比如你喝一些西芹汁 或者是喝清水 都很好 或者是柠檬水 总之你每天 起码喝2.5至3公升 就希望 腎那条管 可以弱力放松一点点 让石子可以通过 你自己排出来 另外 你一定要补这个维他命D 刚才很有趣的 我们说的 那个钙 因为它本身 你不够维他命D 钙就会在血液里面 周围走 维他命D 是黏着钙 落到骨头的其中一个重要元素 即是如果你没有了维他命D 你搅来搅去 你的钙的钙 都在血液里面运行 所以你一定要补充 一定要足够的维他命D 那维他命D怎么补呢 又很有学问的维他命D 就是你每一天 你就要吃最少5000个I.U 吃5000个I.U 接着呢 你又要补这个维他命K 因为呢 你如果没有了维他命K 维他命D 是走不动的 它是两个图片一起走的 所以你一定要吃维他命D 加上吃维他命K 你才可以把那些维他命D 黏在骨头 不要在血管里面到处走 或者在你的腎里结石 这是最重点的 好了 搞定所有营养 还有什么可以做到 消除你的腎石呢 就是这个Chenka Piedra 这个叫做珠子草 珠子草 另外有个名称 叫做Stone Breaker 其实它是一个南美的草药 草本药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最主要就是 溶解任何的石 你身体里面 比如有任何的石 你用它 都基本上没有什么走迹 无论你那粒石是大粒 你那粒石是小粒 你是什么类型的结石 你用这个珠子草 都基本上 你可以用任何的腎石 大家真的可以试 它的用法就是这样 就是每次滴 二十多三十滴 在水中 一天四至六次 最初你可以先四次 看看有没有不息 如果不息 当然你不息 当然不要再用了 但如果你说没有不息 你加到六次 每天四至六次 一年喝 可能你试喝两三个月 接着就停 接着可能隔多一两个月 你又再来过 即是要用两三个月 就停一个月 这样是最稳妥的 接着再两三个月 又停一个月 这样是最安全的 接着如果你反复两三次 基本上你的神石就完全消失了 好了 所有刚才说的东西 就会放在这条片的下面 你可以缩小螢光幕 左手边有一个键 叫做显示更多 你按下去 那些购买连结都会放在这里 另外如果你是用手机看的话 右手边会有个向下箭嘴 你按下去 你都会见到购买连结 当你付钱的时候 你可以用这个折扣码 EZFN572 全张单都会放5%折扣 好了 我们这一集就先说到这里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就记得在右下角按订阅键 给我的like 按钟 分享给你身边有神石的朋友 我们这集就先说到这里 下一集再说 拜拜